美髮協会所带领的46位大专院校精英远征德国 参加世界美髮锦标赛 勇夺了两面金牌之外 还狂扫了14面的银牌跟4面铜牌 听到主持人喊出自己的名字 绿亚琪拿着国旗冲到台上 还因为太兴奋不小心在楼梯跌倒了 但看着国旗在国际舞台上飞扬 再辛苦都值得了 台下的同学老师好感动 拿着小国旗不断摇旗呐喊 辛苦熬夜练习长达两个月 狂扫国际赛上两面金牌 14面银牌和4面铜牌的夹击 宣布我们的名字 然后是台湾人的时候 我们都会摇旗呐喊 原来有美髮协会带领了46名各校精英 远征德国法兰克福 参加2014年世界美髮锦标赛 其中来自台南应用科大的绿亚琪 首度参加国际赛事 就以这一个男生时尚造型 前卫的黑发发型 从前面看好像没什么特别 但重头戏在后头 超细致的剑层发色 就是苦练多时的成果 还有这一颗整齐讲求真功夫的人头卷 同样获得评审大力赞赏 勇夺两面金牌 阿嬷看到乖孙女光荣归国 感动痛哭 这一场堪称是美髮界中 奥斯卡的国际锦标赛 有上千名来自全球的精英选手 同场标记 台湾团队狂扫20面奖牌 创下台湾小将 参加世界比赛最高的多牌数 记者两张文章信 A3小组高雄报导 A3小组高雄报导